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東京十神社巡禮 那這些神社都會名字天王所認得 代表東京的十個神社喔 首先我們就從王子神社開始吧 王子神社位在東京北區的王族 這邊的觀光客比較少 而且附近還有一個飛鳥山公園 而且附地非常廣大 適合親子來這邊走走玩玩 那東京十神社也有販賣像這樣的 崎拜紀念版 然後每個神社都有賣小小的繪帽 你可以貼在上面 像傳聞也是一樣喔 王子神社 征服 我們現在到了白山神社囉 這邊是位於文京區的白山站附近 那這邊六月的時候是以祖南蛙為出名 然後這時候還有東京大學 上野公園 以及六億元 大家知道白山神社這邊 有孫中山的作詞 聽說呢 以前孫中山就坐在這邊 跟宮崎靠天 討論革命的事情 除了六月之後的紫陽花也外 這邊也有 非常漂亮的知識回音 可以上映喔 白山神社 尊福 我們現在到了根莖的根莖神社囉 根莖神社這邊啊 在十二月的時候可以來賞明慶 然後呢 它這裡也有一個特色的 像京都的千本鳥居 除此之外呢 它附近的五根天區域也是很好逛的喔 根莖神社 神社 神社 這邊是位於浴茶之水的神田神社 神田神社這邊啊 由於跟秋葉原很近 所以跟動漫相關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動漫的會場 神田神社 神社 神社 我們現在到了 龜戶的龜戶天神神社 龜戶天神社啊 是我看過最綠藝昂然的神社 這邊有被稱為 新東京白景的藤花庭園 另外在我後面還可以看到 SKYTREE喔 師父 我們現在到了門前 中 這是近代日本地圖始祖 依能中進測量日本200周年的紀念銅像 這個神社有400年的歷史 而且是中京最大的拔板宮 周邊還蠻好逛你的商店街喔 富剛拔板宮 政府 這裡是位於大門的知大神宮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位於大門的知大神宮 知大神宮有1000年的歷史 而且在它的周遭還有真上寺 東京鐵台以及之公園 知大神宮 江湖 我們現在到了新馬場的品川神社 還沒有到神社的本店 我們就看到一個迷你的小鳥居 上去看看是什麼東西吧 品川神社的周邊啊 雖然沒有什麼商業設施或景點 但神社本身呢更自然融合為一體 所以很適合來自由 品川神社 幸福 我們現在到了刺板的冰川神社 這個神社還離六本部的METAL非常近 而其餘大自然融為一體 所以要來這邊看看喔 刺板冰川神社 神社 我們來到最後一站 山王日之神社 因為這個神社比較高 所以它很貼心的 還提供電補梯可以搭乘 這個神社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腹地很大 所以它後方還有一個千本鳥居 可以去參觀一下 山王日之神社 挑戰完成 完全之霸 我們現在到石社的中心 黃居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東京石社巡禮 我是文恩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